回顾8月份从总统蔡英文访美期间喊出三大突破 到美国桥界发起红蓝绿三方对抗 以及最后发生萨瓦多跟中华美国断交 关心美中谈新一轮三边关系的变化 东森热门新闻评论节目明目张胆 此次人的新闻观察者张修杰 这个礼拜特别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桥李 吴兆峰 廖介明 为观众分析 回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旋风 到底三大突破是真是假 与台裔美国人地位是否受到重视 本周明目张胆特别请到 民进党美西党部执行委员吴兆峰深度对话 美国在接待台湾的元首方面不再牛牛捏捏 那各种方面就是等于给他一个国家元首的对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它的确是达到了很多突破性的成就 而更进一步分析 为何喝一杯咖啡就算台独企业 与企业承认九二共识 反而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甚至引发美国桥界红蓝绿分裂等说法 则请到国民党美西兰支部前常委 廖介明专业分析 带领美国华人看懂美国桥界分裂现象 如何相互尊重与包容 全新升级版的明目张胆 东森新闻频道本周五晚间十一点播出 超市无线台三四点五频道 晚间九点热播 敬请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